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距离浙江省会杭州120公里 一带一路在此交汇 让义乌充分融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 更加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经贸流通 一新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 航空口岸正式开放 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 国际邮件互换局正式启用 铁路口岸获批临时开放 使义乌国际贸易跨入新时代 这里被联合国誉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作为中国首个县级设立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义乌正在面向全球打造产销一体的商贸流通平台 深化国际化战略 加快城市平台建设 规划义合两亿三区 打造以中心城区为龙头 以易东北高新产业功能区 与易西南新兴产业功能区两大制造业集聚区为支撑 以三大生态片区为保障的全域城市化框架格局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义乌围绕三大新区建设 全面构筑以推进传统产业升级为基础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为增长点 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所形成的全球市场网络 信息 物流 资金等软实力 遵循国际开放 绿色科技 活力创制的功能定位 到2020年将时尚 信息 两大产业打造成千亿级产业 将先进装备制造 健康两大产业 培育成百亿级产业 现在 义乌政府围绕市场的各个环节 为整个产业链上的创业者搭建了更多的服务平台 从而推进产业集聚 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率先开展个人贸易外汇管理改革试点 深化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各类供应链融资平台 让更多小微梦想 得以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实现壮大 全面实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全面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全面深化国土专项改革 全面推进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第二个三年计划 以一批国家级 省级专项试点为亮点的改革方阵 深入贯彻新型城乡建设 作为浙江省唯一国际级陆港城市 通过自身发达的国内物流系统和日渐成型的国际物流线路 义乌小商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改革契机也使通关便利化服务的技术手段不断创新 义乌海关与宁波海关实现了转关无缝对接 通关单证进入了秒时代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落地 与之相应的海关 税务等系列配套监管体系相继建立 新型海关监管方式启用 义乌至首尔曼谷国际航班的开通 全面体现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不断深入 我们拥有完备的引财政策体系 引财政策的奖励力度和扶持标准 居全省前列 住房保障 子女救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成为义乌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元素 热情开放 活力创新 通达志愿 智慧融合 已成为义乌永恒的城市基因 在未来 义乌以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自觉肩负起 干在实处 永无止境 走在前列要谋新天的历史使命 永当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兵 全力建设世界小商品之都